徐静磊 这难道不是在公开表白黄丽行吗 在朋友刘春评论 黄药师的时候 徐静磊还大方回复 哈哈哈哈哈哈 再一次证明这条微博 就是对男友九年来的陪伴表示感谢啊 甚至还有网友评论 啊啊啊啊啊太甜了吧 金毛女士你必须有幸福呀 徐静磊也回复 一人抓影子手简直是甜 哼 了 一直以来 徐静磊都是娱乐圈内被公认为才女 不仅能演戏 还能编剧 导演 2010年 由徐静磊自导自演的电影 杜拉拉声之际上映后 不仅口碑爆棚 而且还创下了相当不错的票房成绩 最终徐静磊凭借这部影片 成为大陆首个票房破译的女导演 同时 这部戏也让徐静磊和片中男主角黄丽行音戏结缘 戏外也传写了绯闻 一年后 两人更是再度合作亲密敌人 此后 两人恋爱的迹象 越来越明显 多年来 外界一直传闻徐静磊和黄丽行 早已在一起 但徐静磊一直没有承认 另一半究竟是谁 在之前接受采访时 徐静磊这并不想通过 欢迎证明自己的爱情 也不需要让一纸昏书 让自己变得有安全感 2014年8月 徐静磊却改口对记者说起 五年没红过脸更没吵过假 也算是不得了了吧 对的人 就是让你变得更好的人 算是默认 已经和黄丽行在一起五年 而这次微博公开试案 是两人在一起九年来的第一次 此番表达如此高调 难道是好事将近 要知道徐静磊黄丽行同岁 今年都已经四十四岁 两人相恋近十年 也是时候败喜事了 不过像徐静磊这么顾的女人 结不结婚对她来说也没 什么大不了的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